离婚的夫妻在法院护争监护权闹到不可开交的时候 受害最大的有可能就是夹在中间的小孩 有一个伤心的妈妈哭诉 被法官无情剥夺跟小孩的侵权 也丧失了小孩的监护权 小孩明显的是想跟妈妈住在一块 但是法官却将监护权判给了爸爸 那么社会局访试记录呈现出 小孩不适合和父亲同住 必须要送到寄养家庭 这等于是打了法院一巴掌 一位母亲痛诉和小孩之间的侵权 被法官无情剥夺 孩子跟我亲情这么好 我是哪里伤害我的孩子到 我的侵权要被取消 然后我的监睦权也失去 由于未成年受到保护 十岁小孩我们暂时用化名 米明来代替 李小姐每个月探视米明的快乐时光 现在也被禁止 李小姐说民国九十七年的时候 因为不堪夫婿言语精神暴力 婚后一年和夫婿离婚 便和一名德国籍男子相恋在婚 前夫也在娶 当时七岁米明有两人共同监护 李小姐常不辞老远 从德国飞回台湾看事 就在一次禁命结束 要把米明送回前夫家的时候 米明抱着妈妈哭 不想再回去生父的身边 因为父亲甚至会叫他睡觉前 大声念出判决书 看看妈妈李小姐有多糟 民国一百年 李小姐提起改定监护权 但隔年李小姐前夫以他 长期没有让小孩上学围油烫到 法官接受了 并认为李小姐说 小孩不愿意回原户籍学校念书 是担心被父亲带回去 是谢责之词 是无异于刺人而杀之 在一百年五月三十一日 擅自从安清班 把本案的儿童带离 那么之后有长达一年多的时间 没有让小孩子就学 让小孩子成为忠错生的情况 引用孟子里头的 非我也 兵也 改裁定监护权给前夫 一零一年十月 宣告停止李小姐的侵权 但早在五月的时候 新美式教育局就回复李小姐说 能够帮李明以不转学籍 和户籍的方式到别的学校就读 她并没有让小孩不念书 但法官没产信 我做错了什么我也想问 我没有让孩子上课的原因是什么 我其实有让孩子 我努力地在外寻求所有的资源 让孩子去上课 法官竟然因为这个原因 把我的侵权停止 侵权停止对我来说 应该是陈静心这种杀人罪 我是什么时候伤害孩子的 我只会觉得说 她对案情不够了解 她没有实际地看到小孩子的状况 很严重 非常严重 非常强烈的 没错 没错 连探视都不可以 就在母亲侵权被停止的时候 社会局一份访试报告写 明明出现了内在和外嫌表达有严重解离的状况 出现身心创伤症候群 必须安置到寄养家庭 结果变成判决和社会访试报告不同调 法官在开庭的时候还训斥生母李小姐 让她身心备受煎熬 法官当我一进去的时候 我还没有坐下我的椅子 他就说你这个坏妈妈 所以我不知道 我第一次在 我吓一跳 我想说这是台湾的法官 保障本安儿童的最佳的利益 所以当庭有对父母有一些小欲 跟开导的动作 如果有法官开庭的时候 确实有不当的言行 会寻自律的程序来依法处理 就我们目前调查结果 是没有这样的情况 祝你生日快乐 妈妈是想跟你说 妈妈很爱你 也很想你 那不知道你过得怎么样 那希望我们很快的可以再见